我已经不是三年前的那么小孩了 这三年我每天训练 我的体重长了五公斤 比原来更结实 灯光观众已经不能再让我缩手缩脚 三年的努力换来今日的思想 但思想也绝不是我的终点 我相信明天的我一定会比今天更好 谁说小个子不能散发大能量 太极的基础就是四两拨千斤 这个太适合我 我也经历过失败 但我相信金子总会发亮 在思想里我绝对不是优势最大的那个 但是今天我会让大家见识到小个子也有大能量 从第一周到现在我已经折服了太长时间 每个人都不愿意经历失败 但失败往往能最大的激发人的签名 打一场比赛就从那台上消失 这绝对不是我的风格和我的实力 所以我要挑战 今天我以四强的身份告诉所有人 我有能力夺得冠军 我喜欢五下天 相望那些大侠 我觉得他们动作太帅 当我打出漂亮的计划 全场都为我欢呼 我就会很高兴 就像在那台上成为了真正的大侠 是太极给了我这个冤枉机 冠军就是我的有狭目 今天我会在那台上实现 太极拳总决赛 採取传统无数规则 今天将进行的是总冠军争霸赛 本场比赛专家评委 总裁判长蒋家俊 太极拳名家 王锡安 陈晓鑫 王湛军 田云 第一场半军赛 由张军杰对阵韩飞龙 张军杰是在四强挑战赛里头 挑落了准四强的选手许家俊 获得了进入四强的机会